大家好,欢迎收看《百看影谈》 悬疑剧一直以烧脑组成 很多悬疑剧利用人们的思维漏洞 布下一个个思维陷阱 电影《催眠医生》就是这样 层层叠加 每推动一个情节就布下一个遗电 也吸引着观影者物理看花 想一探究竟 作为一部低成本小制作的悬疑电影 《催眠医生》显然为了将低成本 在演员和画面的精细程度上不得不讲究 不过这也是无可厚非的 毕竟是一部网络电影 催眠医生整体来看 的确能单起悬疑这个标签 导演从影片一开头就设置悬念 直接将观影者带入到情境之中 没有过多的趋势 一开始制造的假象 仿佛就已经将观众催眠 这样的设置显然代入感更强 不容易跳戏 从演员的演技上来看 从主演到配演 都存在演技略为尴尬的问题 因为是悬疑剧 为了牵引着观影者继续观看 有些情节设置了演员的一些微表情 这些微表情可能是一个贤眉的假笑 一个诡异的眼神 或者是一个不适宜的动作 当然这些微表情 对于后面的剧情进行了铺垫 但是演员在表达 这些承上启下的微表情时 刻意性过强 不是故事发展到 演员不经意发生了这些小动作 小表情 因而观影者看起来就略为尴尬了 演员如果表演的更自然一些 可能在这些过度的情节上 会舒服一些 从电影的剧情上来看 催眠医生的剧情 基本上和电影催眠大师 不谋而合 当然也有抄袭的嫌疑 剧情缓缓紧扣 步步推进 虽然影片有设置的疑点 到影片最后都没有解释 但是从悬疑的效果来看 也的确提到了烟雾弹的效果 比如女主说到的一条短信 比如那个去找男主催眠的女患者 虽然这些事情在结尾的时候 都被解释是催眠过程中 想象出来的事情 但是显然在这些虚幻的景象中 掺杂着很多已经真实发生的事情 真真假假 难以分辨 或许杀人犯还在交友法外 但是在这巨大的催眠网中 任何人又无能为力 这种催眠的设置 有些像盗梦空间里 一个催眠网下 又藏匿着许多个催眠网 虽然整个催眠网下的事情都是假象 但是藏匿在整个网络下 若干个小的催眠网 发生的事情 却有可能是真的 迷雾需要一层一层的拨开 但是却靠近不了真相 不到结束 谁都不知道整个故事 影片名为催眠医生 那么这里的催眠医生 究竟会是哪个角色呢 先入为主的观念 虽然会认为男主为催眠医生 整个剧情都在这个设定下推进 有利于整个剧情的展开 影片在结尾处进行点睛 其实女主才是真正的催眠医生 直接颠覆 有一种看傻的感觉 回味整部电影 发现到故事的结尾 假象被击破 真相也一个个浮出水面 悬疑题材的电影最难拍 因为需要一个脑回录清奇的编剧 悬疑题材的电影也最好拍 因为只需要一个脑回录清奇的编剧 就足够了 没有必要非常炫酷的场景 也不需要流量小声的加持 整个影片就能够浑然天成 自成一体了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